这座山在古代的时候 是屹立在米江中心的一座孤岛 因为周边水势回旋 形状就像石墨的心 于是取名为墨星山 山上的这座塔叫做墨星塔 但墨星这两个字 依照福州方言 为无星和眉星的意思 为了避免不吉利的说法 我们就取谐音为螺星 这座塔就得名为螺星塔了